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吃海鲜啦 耶 耶 第一次饭 啊 蜜米纹 这是蜜米纹 它的就是椰肉 这个菜都好像爽了 不一定啊 买了花架辣的辣 颜色辣 微微辣 有了 只要鸡肉 一锅就一秒 好了 这不能吃啊 没有做的东西就是快 那 我不能吃 我吃了 我们吃了 一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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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吃 看一锅肉 一锅肉 一锅肉 拿一只汤呢 拿一只汤 椰子饭 这个是花蟹 这些都是新鲜的 它就让我确认过了 还有一条鱼和一只波士顿龙虾 放中放里面好了 那个没事的 阿婆你去龙虾 去牛鸭吃 阿婆吃个牛鸭 这个你花没好吃 走着呢 嗯 再一个 哥哥那个都很难 吃了一个花架一定的难 妈 你吃一下哥哥 来 来 去去去 其实有点小呢 哥哥哥弄一下 这个你要吃饭的 这个吃什么啊 那是吃饭的 没嫩啊 这里面是蛤蜊冬花汤 妈 你这个汤可以吃过了 这个汤还可以 可以 大家可以吃饭 感觉吃得太多 太多了 但是我们可以吃摆摆 确实吃 真的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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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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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在哪里上去啊 好 好 我们一起的一个 一盒集市街 妈 那我会吃饭吃饭了 吃饭了 今天阿姨有没有好吃的 进去逛逛 等一下 走 逛逛嘛 逛逛 哎 有榴莲 我们都榴莲吃 要不妈快榴莲吃去 妈妈不不要吃榴莲吗 我们全家 整个家族都爱吃榴莲 洗了一碗东西有地方 还是逛逛另外一个 再过来切东西 这个夜市我还从来没有来过 我觉得这边吃海鲜 应该没有我刚刚那个地方吃的海鲜 新鲜 虽然我刚刚那个地方生意不是很好 但是她给我看的那些鲜活的龙虾 扇贝 刚刚我妈说走过那一条吃海鲜的路 都闻到那些海鲜是臭的 其实我刚刚去吃的那家店 就是我随便在酒店里搜附近的海鲜店的 离我们酒店大概有一点几公里吧 它有车子来接的 我点的好像是一个四到五人的套餐 五百多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 不算贵也不算便宜 主要是东西是新鲜的鲜活的 也蛮好吃的 我妈她们又进入逛街模式了 就是买裙子 那不好去试试开了 来那不洗个身 这个是 可以啊 牙子没有可以的 可以牙子好 只要洗得起 它跌了就抖不抖 要吗 抖不抖被捧起来了 全场特卖大麻女装 怎么穿 买到现在只有外婆买一条裤子 我妈我阿姨她们实在太纠结了 她抖了 抖不抖不抖不抖 抖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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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我跟我妈逛街 看那些裙子 我看的眼睛都滑了 我终于体会到有些男生陪女朋友或者老婆逛街的那种感觉了 就是逛得我困了 好困啊 我刚刚给我外婆买了一把书子 我外婆姓全的 可以让他们尝尝 可以吃辣 可以吃辣 他们逛的还是挺开心的 蒙古山种 这个种 你这个的 哎 是吧 是干什么 哥哥一定是哪个 你是烧的 你不要是这个 你不要是这个 哥哥在哪里 你觉得这好吃 嗯 阿姨来吃吃吃 是蒙古 这个干了钱 一滴 打肥 你是不是 你不吃 你不吃 你不吃干什么 鸡子干了 鸡子干了 鸡子干了吃 嗯 皮肠面好 我下来拿外卖了 给我大姨买了一只药膏 我大姨可能这边有点过敏吧 然后给我妈点一点肯德基 我妈今天晚上吃海鲜 他就吃了带海鲜 最后没吃饭 因为他们如果不吃饭的话 就很容易饿的 看一只药膏 然后买了五对鸡翅 就是十块香辣鸡翅 好了我又要来做个总结了 今天是我带团出游的第三天 我今天没有那么累 因为早上我点了外卖早餐嘛 早餐到了之后 我就接了电话 然后跟我妈说的 我妈下去拿的 然后他们在吃 然后我就睡 睡到大概九点钟 九点钟起来 然后我就稍微收拾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去了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我们待的时间不是很长 就是随便走走逛逛 拍拍照什么的 跟那个石头拍拍照 跟那个海拍拍照 跟那个道具拍拍照 虽然说这两天天气不是大太阳 景色可能略差了一点 但是就是不会那么晒 其实这样子的话 我外婆也不会觉得很热 也不会觉得特别累 因为我订的返回的机票是六号的 所以还有很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景点不用那么赶的 接下来我已经订了别墅 然后还订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酒店 然后我也订了一个游艇包船出去 就过两天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